这里边很多这个墙都已经裂了 很多地方这个砖头 这个马上又要掉下来的那种感觉 还是非常危险的 与中国第一鬼团丰满团 齐名的邓边团 地处平原 交通便利 为何也会成为污染团呢 据传上世纪80年代 还有最后两户人家 之后该团就彻底被植物动物占领 各种奇异传说是真的吗 凌晨两点一探究竟 这个地方之前有一个窗户 这里边这个地方还有台阶呢 里边长了一个非常大的树 看看这个 这是灶台 几乎每一个房间都一样 进来之后这个地方有个森位 这是灶台 这边还有个森呢 这是什么森呀 什么呀 私户之森 这里边 看这个二楼上面 这个博藏还是比较好的 二楼是一个木制的阁楼 上面还有字呢 金玉码堂 上面应该上面也是叼着一些花什么的 看这个这个埋上有个花瓶 然后里边插着一些香草 上面应该之前还是很漂亮的 现在看不太清楚了 这边又一个灶台 哦 这个格局是怎么回事的 它这个 有可能是怎么着呢 这是 两户 两户共用一个 公用一个大厅 这个地方是公用的 应该是 然后这边是一户 东边是一户 要不然的话 它为什么两个灶台呢 对不对 应该是一户一个呀 肯定是两户了 哎呀 这边这个草怎么又这么厚呢 怎么完全过不去啊 哎呀 看这上面也有一个福字 上面呢也是有一些花 之前啊 现在呢看不太清楚了 好 嗯 这是个什么地方呢 这个也不像一个房子呀 哎 这个地方又一个门 看这个门上也有一个福字 哎 这还有一个非常完整的窗户呢 来看这个 这个折叶啊 一看就是往下手工做的 啊 这个很完整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窗户 这个也有一个私户之山 私户之山 还有一个 钉什么造军 造王爷 哦 这个也不能进去了 这个地方也很危险 不能往里躲 看这都是很危险的 赶紧出去 这是一个一个一个什么植物呀 看这个地方 哇 这个树 这个树直接跟这个墙 成为一个整体了 啊 从这下来 看这上面 上面这个砖头啊 然后这跟这个树 往前长在一起了 哇 这个 哎 还有很多这个头棍儿的 哎 这个是个什么建筑呀 这个咱们上边是个拱形 这个门上边也是有一个福字 看上面有12345 好像是六幅画 六幅画 还是六幅字 建门口造台 这个也有个山位 这个是什么山呀 看不清楚了 这个实在看不清楚了 然后上面呢还有两个树桃 哎 这个屋顶上面真是个什么造型啊 哦 哦 一个梁棚啊 这个是核叶 然后头上呢 是个梁棚 哦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二楼啊 还能看出一些来 啊 然后一些横梁 上面是大的木板 看这个角上 看到了吗 那个地方有个大缸 啊 这里边不知道放了什么东西 哎 这个坡棚呢也还有完整啊 看二楼啊 这二楼这是 哦 从那能上去 然后这个地方是个门 啊 从那上去呢 从这个门这边能过来到这吧 上面还有字呢 哦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哦 哦 它上面是这个 祖像的一些三位啊 啊 上面隐约能看出来 一个什么四祖 十四 二十四四祖 哦 这是那个 供奉他们这个祖像的一个三位 哎呀 挺好 这个做得挺好啊 然后这个 上面这个梁上 看到了吗 上面还有画的一些符呢 啊 画的一些符 这个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房子盖好啊 上凉的时候 然后贴上的 是吧 一道符 两道符 三道四道 五道六道 七道 什么还有字 但是呢 距离也确实有点太远啊 看不太清楚 看看这个楼梯能不能上来 一瞧一下 哎 在这个 在这个角上怎么 还有一个 这是什么山位啊 是 这个看不清楚 实在是看不清了 看能不能上去 哎 哎 哎 全都没了 这个台阶 哎 看一下这个顶部 这些 这些造型 还是很漂亮的啊 哎 这上面还有字呢 1937 哦 这个房子是不是 1937年造的呀 这上面这是什么造型 这个不是荷花了 看上面这个树 直接下来这个竿呀 竿这个桥 是完全融为一体了 相互遗传 这边看一下 这边看一下 哦 这边有个桃棍 这个桃棍说不定就是以前啊 这个 放这些金子银子的 别人给挖出来了 哦 这个墙开裂了 嗯 这个也开裂了 哎 这还有个长道呢 看这个梁横梁 很危险 这里边有个什么呀 这个应该是个柜子吧 这个桶上呢 是倒台 像这种啊 就不用进去了 进去很危险的 哎 могут离开了吗 等我 то 3 6 6